中国华人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,原导委书记,董事长外小民涉嫌社会,抛衣,重婚命脉,由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。 调查终结后,移送最高原营检查院审查许次,将最高原营检查院依法指定管辖,将由天津市原营检查院第二份案审查许次。 近日,天津市原营检查院第二份案,以向天津市第二中提衡原营检查公司,检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,依法杠知了营小民享有的诉讽权利,并询问了营小民,先取了辩护人的意见。 检查机关起诉指控,被个人营小民利用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动工厅主任,中国华人资产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裁,中国华人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,华人相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,天本职务上的便利,为他人摇取利益,或利用职权,利用形成的便利条件。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业上的行为,为他人摇取不正当利益,摇取,非法收受他人职业财务,所同他人,利用等人职业上的便利,非法带有职业公共财务,在与妻子合法分音关系层序期间,与他人长期与夫妻名义,共同居住生活,依法应当以社会罪、贪恩罪、重婚罪、织居刑事责任。